上次的直播里面读信的时候 读着读着就突然就哭了 嗯 会有那样的反应吗 因为确实那是一封很可爱的信封 那个信封非常可爱 然后在当下那个环境里 真的是猝不及防 我觉得猝不及防 所以没有建立好防线 所以一下就破防了 对 那那个内容 你首先说那个封面很可爱 对 是个粉色的信封 我想一定是一封很可爱的信 然后他上面写一句话 快点把我打开 我快要闷死了 我就想这应该是个很可爱的人 或者是小女孩子写的一封信嘛 然后我就打开了 然后他写信的口吻 也是那种娓娓道来 不是说刻意煽情 就像一个知心的朋友 在跟你聊天一样 但是呢又很真切 很像一个很了解你的朋友 那种感觉 所以就一下子就打动到我了 对 会不会有一些你记得的句子啊 就是他可能写到的一些句子 嗯 他会他会 就是像一个朋友 都说今天我做了做什么 然后 阿旭你还好吗 你有没有在快乐的喝酒呢 有没有在晒着太阳呢 你是不是过得开心呢 然后他说了 他有些不快乐不如意的时候 他就会想起 想起阿旭 所以就哇 不能不能细想 就是现在想还是会有那个很感动的感觉 对 你很爱这样的时刻是不是 就是别人说中了你 或者是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境的时候 你很爱这样的时刻 我觉得人生其实是很需要这种温暖的 就像 我觉得会写一些东西总比 只会在网上 然后说很多脏话比较来的好 起码你是一个很正向的去 对待这个世界去表达一些爱也好 表达一些自己的感想也好 而不是用一些很粗俗的东西去表达 我觉得我会更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 你自己也是爱写东西的人 自己也不是说爱写东西吧 只是说我喜欢把一些东西给分享给大家 其实我也没有 大家说可能说我有种读书的人设 其实不是 我只是说把我 就是除了工作之余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但是呢 也会经常有犯错误的时候 可能是就是以前自己 确实没有好好学习 好好读书 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 然后大家指点出来了 我才觉得我应该 更加去好好努力学习 然后以前可能 可能因为以前为什么会读错字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字认知里 在我小时候 它可能就是这么读的 然后等到人家纠正我 是这样读的吗 就以前可能就是以前太调皮了 然后没有好好读书 我觉得 所以现在要更努力 然后更加注意自己的一些字音呢 因为 因为其实我上节目上很多东西 东西都不是说对好台本的 然后都是想说什么说什么 所以会出一些错误 也希望就是 所有在镜头前的朋友们可以谅解 我会更加注意的 然后呢 也去多多学习 然后多多改正 然后呢 把更加正确的读音 对 我也说出来 然后告诉大家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样 就太多肯定是对的 但是我肯定不希望你因此变得谨慎 呃 其实 很多人都是因为犯错误 所以变得谨慎嘛 但是犯 如果你不犯这个错误 你怎么知道自己这个字在你的脑海里就是错误的呢 其实你之前可能有个错误的版本 你记住了 所以你在之后的生活中 可能我们聊天的时候 你不一定会指出来 但是可能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公众活动的时候 人家会给我指出来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过程 就像 我就会一直反复 我说昨天那个什么 后来就知道叫言简易改 对 是对 所以现在我就记住了 我就会去改正自己的 所以他 我会每天 我会 结束了 我会在自己脑海里念很多遍 我把它改正过来 听起来也是蛮良性的互动 是是 我不怕别人害怕发现我的错误 我觉得 因为如果我不说或者不做 我永远不知道我会不会错 然后永远都会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内 我少说嘛 为什么 嗯 好 就 那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法了 那你希望你不要 就是 以后不要变成很谨慎 就是很很小心 就是谨言盛行的人 就是这个 嗯 好的 好的 我会的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 你毒性的那个反应嘛 然后 其实你之前会有类似的这种时刻吗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过 嗯 我一直以为我是个不太容易被感动到的人 钢铁直男 对对对 嗯 也有这样的时刻 其实那你以前的感情充 就是一直以来感情充沛吗 是有什么充沛的 嗯 其实一直以来 我就像之前的说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 但是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接触事情的多 包括看的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一样的事情在发生 然后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了以后呢 我觉得感情更加充沛了 很多时候都会为了一件小事 为了一点小小的可能几个字句就会打动到我 一些电影的小小的片段 包括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 就是我在练的时候 每每唱到几句话的时候 我都会有想哭的冲动 对 我觉得写的太好了 因为这首歌写给电影人的嘛 然后呢 我可能又是作为一个电影电视的工作者 然后可能就更加能够感同身受了 就感觉唱到能唱到心里面去 对 人长大就是会让人变得很柔软 这个就是长大的一个地方 有可能是吧 还没有长得特别大 大概是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像这辆 这一辆列车 然后缓慢的开行 突然上了一个高速路了 对 就之前一直在崎岖啊 包括一些国道上 然后现在就是上高速路了 之前也听到你一个说法 会感觉自己像一只球鸟 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去比喻自己 嗯 就是 感觉自己现在的工作的关系吧 然后现在的环境的关系 就自己可能没有办法 太多的时间出去游玩也好 出去逛逛也好 但是我觉得 没关系 人的适应能力很强嘛 都是要不断的适应 现在我们所发生的事情 对 有没有想一些办法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时间 然后回到生活去提取养分呢 有啊 一定会给自己这个时间的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很重要 听说 我觉得像 重新起航啊 突然上了高速公路的那种感觉 对 最后一个问题啊 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和工作目标呢 嗯 我觉得 先给大家保密吧 我觉得 我一定会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然后很好的团队去进行一次很好的创作 然后在这里先跟大家保密 嗯 谢谢 谢谢